音乐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立名德高中赵正良老师 这一集呢要跟大家讲解牛顿运动定律在指考 指定考科上面的一些题目的讲解 考题一呢我们选了99年的指考 他怎么考呢 他说一个电梯呢里面吊着一个轻绳 这个轻绳呢就是挂着一个重量mg的物体 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轻绳对该物的势力是f1 而物体对于轻绳呢也会是一个反重力是f2 以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选项等数电梯等数上升的时候 f1大于f2等于mg 我们看一下全部的选项啊我们就要出来 全部的叙述都是这样啊 当电梯做了一个运动 而他们的一个力的关系是怎么样 那f1跟f2 其实同学若你知道 他们两个是互为什么重力反重力 应该会怎么样 会一样嘛 那mg呢会随着电梯的一个不同的运动状态而有点改变哦 我们就带大家来想一下怎么样解这一样的题目 首先呢一样还是要帮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f1跟f2的关系 我们用了一个力图 那个图在电梯里面挂了一个重物 那重物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娃娃嘛 香蕉娃娃 这时候呢我们问你 绳跟物体呢之间的一个作用力的情形为何 我们把它放大进行分析 放大之后呢就如同现在拍影片上面的绳子就挂了这个物体 好我们把它的一个重心呢标出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f1是会向上的 是绳子对这个物体的作用力向上 而这个绳子呢收到一个反重力f2是向下的 这两个呢因为牛顿第二定律 第三定律的关系互为重力与反重力嘛 所以f1当然就等于f2 好那我们处理完这个部分之后 就是这样mg要处理了嘛 就这两个力跟mg的关系 好那这个结论呢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因此两力相等 好看一下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要思考的就是 我们让观察者在电梯外面来看一下物体的运动 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分析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牛顿第二定律 还是可以依然的使用的 好我们就推透过第二定律来找力的关系 好我们把一些状况呢都描述出来 在选项中有两个状况 一个是电梯等数 一个是电梯加数 我们就让等数的在左边 而加数的在右边 中间就是一个观察者 看着这两个电梯 首先我们看一下等数的状况 电梯等数 你想一下哦 你呢在电梯外面 你看着等数的上上的电梯 或向下的电梯 里面的物体运动会怎么样 当然也是等数运动 既然等数 我们透过牛顿第二定律可以知道 合力为零 所以你分析一下这个物体的力图呢 说到MG往下 还有我们的绳子对它的张力往上 这两个力量应该合力为零 所以F1会等于MG 因此F1、F2跟MG 在等数的电梯中 三力会相等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电梯如果加速向上 那物体当然就跟电梯 一样加速运动向上哦 一样嘛 你在外面看 电梯加速了 里面的物体当然也是加速的 那应照这样子的想法呢 我们要画出它的合力 MG往下 张力往上 F1 请问这两个力大小 什么关系 合力往上 F1就大于MG 所以我们就得到 F1等于F2大于MG 遇到像这样的问题 你就细部的分析 去想一下 目前物体运动状态为怎么样 透过力图 你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回到选项呢 我们当然就选什么呢 我们选 我们的B选项 在等数的时候 F1等于F2等于MG 在加速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上升 加速上升 这时候F1 等于F2 大于MG 当然加速下降的时候 这个时候答案又会不一样咯 再画一下力图 试试看 那这样全面性的讨论 你会对这个问题 有很大的认识 那我们看一下 下一个考题二 是101的指考题 指考题考什么呢 它说物体所受的合力为0 看到这边 合力为0 它会有什么运动情形 静止 只有静止吗 还有等速度 那他就问你说 请问下列 描述的物体运动的一个状态 何者是不可能的 A 静止 B 等速度运动 C 等加速度运动 诸 轨迹为 抛物线的运动 E 地表附近的 自由落体运动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题要如何解呢 想法 合力为0 F等于MA 你可以知道 加速度也为0 所以一定是做静止 不然就等速度运动 因此选项中 我们的A跟B 就可以选了 对不对 那我们老师还是带着你看 C 诸 E C 等加速度 请问同学 等加速度运动 有没有加速度 有吗 那有加速度 合力会为0吗 不会 所以这个选项绝对不能选 C 是错的 看一下 珠 轨迹为抛物线 诶 我们有没有学过 抛物线的轨迹 有 像一颗球 做斜抛运动 是不是就是一个 抛物线的轨迹运动 球呢 抛出去 好 在过程中呢 其实它的加速度 都是多少 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 加速度都是 G 向 下 所以 有没有收到加速度 有 有 如果加速度 合力就不是为0 好 因此 这也不能选 再来 一选项 地表附近的自由弱体运动 自由弱体运动 有没有加速度 往下移掉 当然受到重力的加速度影响 当然 也是 合力不为0 所以 这三个选项都不能选 诶 你看看 知考题 这样子考 其实在考你什么 考你概念 你对于力作用的一个概念了不了解 你就可以马上选出答案 也没有要考导大家 或是说 出一个很难的一个思考 或是一个计算很复杂的问题 没有 没有 重点还是物理的概念 以及在什么情况下 物理定律会适用 同学要注意这些事 那所以选项 我们当然回到来 我们的题目啦 我们当然就选 不可能 是不可能 所以是C租1 好 最后一个范例 就是我们 才刚考 104年的指考题 我们为大家进行一个解说 在西角37度的斜面 有一个质量5.5公斤 金属块 放在上面 这时候呢 它的作用情形 你看一下 斜面 我们之前讲解中 曾经教过大家 那这题有什么特别 哦 有一个水平力F的作用 这水平力呢 是外加的力哦 所以在力图分析上 要把这个也考虑进去 好 今天 题目看完 我们看它要考什么咯 在这边呢 我们把第三题拿掉了 第三题是跟功有关的 老师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是牛顿第二定律 牛顿运动定律的一个解释 我们就看1跟2就好 1要你画什么 哦 视为一个指点 然后你可以去画它的力图 诶 画力图就有分耶 对不对 所以指考考什么 一步一步的引导 画力图 力方程式 就求力的大小 你看一下 第一个选项 是不是就是画力图 画了就有分 第二个呢 就是对于力的大小 你要进行解释 跟计算出来 所以当然就是要劣势 那我们看怎么求解呢 在求解之前呢 读题目是很重要的 请问木块这时候运动是什么 等速度向下滑动 向下滑动嘛 所以此时呢 我们就必须把这个范例呢 知道它不是加速运动 它是等速 等速马上想到什么 合力要为0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马上 用这样的想法来解题咯 我们对第一题呢 我们来进行解答 想法是什么呢 力图分析 要画力图分析的过程跟那个步骤呢 当然第一个就画什么力 先把它的水平力画上去F 接着超距力 超距力的考虑 大部分都是重力 不然就是电磁力 所以它有受到重力往下Mg 再看接触力 接触力当然就有摩擦力 以及正向力 所以正向力就画垂直于斜面 摩擦力就画平行于斜面 这时候呢 四个力画完之后 请问还有没有力 思考一下 诶好像已经都画了 所以力图就画完了 画完之后呢 题目是说 要把它当成直点嘛 所以所有的力呢 都要通过它的重心 或是直心 在地球上呢 重心跟直心呢 会在均匀的重力场下 会一样 所以大考中心呢 你去看它的详解 它有两个 它都会给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画的 一个正确的受力图 有四个力 当成直点来处理 画成四个力集中在一个直点上 这样也OK 所以大考中心的答案就是这样 得到四分 当你完成这个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问题二 问题二呢 就要求水平的作用力啦 这时候你一定要去列力的方程式 你才可以得到答案 所以我们来慢慢的来带大家来写咯 既然等速度滑动 合力为0 先记得 那要找水平的作用力 我们就将力怎么样 分解在 XY 原来的 XY的坐标上就好了 那写下 X跟Y方向的力方程式 连力 应该就可以找到答案 透过像这样的一个步骤 我们来看怎么做哦 斜面 一个木块在这边 把刚刚所说到的力呢 全部标示上去 这四个都通过它的一个重心 接着 我们要分解成 X跟Y 所以水平力F跟MG 要不要分解 不用 所以你只要分解 正向力N 还有摩擦力FK就可以了 好 画出它的分量 画出它的分量 有了分量 要分解就要找角度啦 所以这边很重要的就是 画出一个辅助线 垂直与平行斜面的辅助线 接着 θ角就塞进去 对顶角塞进去 以及那座角塞进去 你可以找到正向力的分解的一个夹角 θ 以及 另外一边的摩擦力的夹角 也是θ角 这四个θ角 同学 你在你自己的指上 跟着自己 画一次 证明一次看看 是不是能够这样找到 如果可以找到 其实这题 你就知道怎么把力分解了 OK 那分解的结果呢 我们就标示在我们的一个旁边 θ对到的就是sin 对边是sin 0边是cos 所以ncosnsin 另外一边就是fksinfkcos 分解完之后呢 其实已经可以列立方程式了 合力为0 x方向的合力呢 就是f加上fkcosθ 等于nsinθ 慢慢的写就好 一条一条写 带路角度 角度是37度 所以你带进去之后呢 你就得到答案 是如我们头影片上面的一个式子 接着你看 y方向合力为0 一样 y方向是ng 然后呢 等于ncos加上fksinθ 一样把角度带进去 得到如头影片的式子 2 4 看到几个位置数 嗯 好像还没办法求解 对吧 因为有大f 有fk 还有大n 接着 考你摩擦力的概念了 正向力跟摩擦力的关系 等数运动 请问摩擦力是动摩擦还是净摩擦? 动摩擦 动摩擦 动摩擦就会有一个关系 跟正向力的关系 叫做nmuk 所以我们把fk等于nmuk 把它的摩擦的系数乘上正向力 就是它的一个摩擦力 好 所以正向力乘上摩擦系数 等于1分之1n 带回我们的式子里面 重新整理 好 那带回哪边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把它带回我们的 y方向的这个式子 你可以得到正向力其实就是 11分之10mg 得到之后呢 把这个答案再带回x方向的 那个立方程式里面 我们发现整理整理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大f水平作用力了 整理一下 把n带进去 你会得到f其实就是10牛顿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其实整个牛顿定律都在教你什么 画力图 它做什么运动 确认完之后 那就找到它的合力 等于质量成加速度 方程式找出来 一一的求解 你就会找到我们所要问你的力的大小了 好 这个范例是我们指考刚考过的 希望同学呢 你可以在自己遮起来 再写一次 再看一次 忘记的话 再看一次 然后这样子搭配的 让你自己可以很习惯的来练习写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部分呢 结束完之后 整个题目就可以回答两题了 两题得到7分 好 你就得到7分了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指考的一个考题的分析 那就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